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又到印度神通系列 世界新聞 沒錯 昨天說到誇張 人到走廊又說肥 沒錯 很嚴重的 我們什麼差都說 先給我讚好 沒錯 支持一下我們Pray Sean 是 今天我就多謝一位 其實可以這樣說 叫做收聽我節目的家人 我呢 我告訴你,我做這些節目 我被人警告了兩次 我一次收律師信 我自己搞定 就是那位家人叫我 你不要說這些 你講娛樂 我在娛樂裡面收了一封律師信 不過你知道我和律師幾好朋友 又搞定 第二次警告就是被家人警告 那種警告 我知道有些網友 都在說真的假 假還是真 我們都沒有說真假 我們裏面說這些 如果是真的話 這些指控 我們看到 包括我公司 Youtube Google 整個西方國家 都會有一些 對俄羅斯 所謂的戰爭 發動這個戰爭 都不是有些 譴責 我們的資訊 你知道香港 沒有消息封鎖這件事 這裏不是北韓 我們看全世界的新聞 亦都會對比香港某些新聞 見到有人說 我們便說 當然 又要多謝他一點 就是我不去再看 我也不會打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世衛 世衛的Twitter還是Facebook Twitter 他證實有六間醫院 是嗎 你可以這樣說 原文就是這樣寫 As of today WHO 是 Six Wurifrath Report of attack on health care in這個 烏克蘭 意思就是說 烏克蘭當地有六間醫院 世衛證實了是受到俄軍襲擊 是 昨天我被人 即是我被 你被譴責 我被譴責的標題是俄軍濫殺無辜 大哥 然後新聞彈出來說 世衛組織證實有六間醫院被俄軍攻擊 你真是 你說我說什麼 我說錯了什麼 我想問 是不是 不是 即是 你每個人看這些軍事有立場 是 即是我聽到 有些人甚至說到 即是我看我的觀眾 有些人說 俄羅斯和中國有什麼什麼 你搞錯了 中國在這件事上面 他是保持一個和平的態度 我今天中國新聞又說過一次 逢親你們對這件事 對支持任何任何戰爭再升溫 你的微博都會被人Block 很簡單 官方不想你們的人加鹽加粗 但是你很多人 你知不知道 他支持俄羅斯的態度就是 因為有很多人反美 你反美就不要緊 反美 我也反美 在俄羅斯戰事上 我覺得美國是混蛋 他矇人 切核武 指哥為武 正所謂有人看到標題 很刺激 說我指控俄羅斯 你很少追我 你是一個 對我不了解的觀眾 我一向都說 美國 是四處搞振 他叫俄羅斯設核武 沒錯 對嗎 然後開始說保護人家 到頭來現在沒有保護 拿把口保護 對呀 拿個嘴 你腦袋 平民在抵抗 打仗 不要殺平民是指控 沙塵滾滾殺錯良盟 也會有 沒錯 我們打遊戲機 玩槍遊戲 不小心打錯旁邊那件 一定有 你不要說這些是指控 根本這些在戰爭裏面 就小見撥撥車 如果是指控 沒錯 這些是很小事 即 連世衛都證實 這個是證實 那 我就覺得 美國在這件事上 我昨天看了一個人 他其實說得很有道理 你最大得益 你俄羅斯打 北約聯軍打 你最大的得益 其實是美國 你本身是兩大強國 其實除了兩大強國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 他賣工具 你看到他不斷慫恿別人 叫他拿飛機給烏克蘭 尤其是波蘭那裏 叫你快點把米格丟過去給烏克蘭 然後我就幫你換F-16給你 喂 你好像軍火之王 你明白嗎 簡直是 你買一些舊的過去 那邊要 然後安排一些新的給你 你到底是拼命 你在這裏做生意 是的 其實你也是做生意 很多人很簡單 中美不妥 中美不妥 美俄也不妥 你說俄羅斯什麼 你支持美國 當然不妥 你懂得 你認識春嗎 整件事 老實說 大家明白這件事 你要想深一點 打仗對大家有什麼好處 就算你支持任何一邊 我不管你 你支持俄羅斯也好 支持烏克蘭也好 支持西方 對你自己有什麼得著 所以不要說是否支持哪一邊 老實說 硬要支持我 當然我不支持戰爭 大家看起來的點不一樣 你說我支持哪一邊 不打就最好 中國也是這樣說的 其實老實說 最好不要打你們 我不知道大家 怎樣支持 你總會覺得 他很邪惡 誰很邪惡 每個人都很邪惡 隨便 邪惡也好 不邪惡也好 但是你想想一句 你支持俄羅斯和烏克蘭 對這件事有什麼幫助 你打嘴炮 對呀 你打嘴炮 做什麼 很多人的誤解 當然我其實也有一點認同 如果俄羅斯這樣搞定 中國可能會什麼 但老實說 不要經常想到 別人怎樣對你國家 我覺得有很多人 讓某些媒體 把那些形容詞 那些民族心出來 譬如 好像貿易戰 貿易戰的戰 好像兩邊打仗 其實根本都不是 如果你做生意 你跟我有什麼問題 我簡直不騷擾你 根本都沒有去到那個 但是那個名稱 令到你 你對我們什麼人不好 說真的 你真的這樣 大家不要搞大家 自己搞自己 不是呀 很多人 一去到這個位 上崗 去 立即上頭 對呀 上頭 然後就開始 扣這些帽子上去 對呀 有什麼人 大家都地球人 是啊 我只是不想有人打仗 很老實 你可以對 瓦蘭有立場 你可以對俄羅斯有立場 甚至乎 你可以 我不躺美國佬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 不會 對這件事影響到什麼 會不會 普京因為你不躺美國人 而他收手 不會呀 不會呀 他認識你老鼠 可能那些少看的 YouTube那些片 現在香港 YouTube No.5 熱門影片 陶傑 香港商業電台 光明頂 他說 普京是傻了 是 YouTube 香港 No.5 沒錯 你說全世界 不是疫情 就打仗 其實也是 就是戰的了 一個是抗疫戰 一個就是大戰 是啊 就是這樣 就是這些事情 但是 我覺得 有一件事就是 人家兩軍交戰 什麼中立 怎麼兩軍交戰 打得進肌庫 你說他 在中間有個位 喂 怎麼開拖 不是的 那些什麼偽奇行動聽過沒有 人家怎麼製造 拼你生豬肉聽過沒有 我們的節目 真的沒聽過 慢慢煲回來 美國人怎麼識穿他 俄羅斯怎麼拍定假片 明仔 一看 沒錯 有些什麼影片紀錄 危機行動 這個東西很複雜 不是你看到這麼簡單 撐這個就等於撐那個 你就像大陸那些小粉紅 一全部支持買俄羅斯的貨 中國都根本不主張做這些 不是 你一開始 這個場戰爭的時候 那些小粉紅說什麼 歡迎烏克蘭美女來中國 然後轉過頭 你以為很帥 立即官方收你皮 對吧 你說這些老土的事情 你經常說 要講意識形態 你們的意識形態好嗎 全部都立心不良 你搞到國家要撤 當然一定要撤僑 撤僑是緊的 撤僑是緊的 但那些同胞是危險的 即是你撐我 那你不撐烏 那大家一帶一路 或者怎樣 飛了一些人過去留學生 那些同胞都很危險 即是那些前民後民 你的腦袋處理不了那麼多資訊 他們不知道 即是我們也說 有幾千個留學生在烏克蘭 是呀 那些是中國人 是呀 中國人留學生 是中國人留學生 你說 中國很不討厭嗎 不會 大家有合作夥伴關係 有幾多留學生 之前有幾多中國的留學生過去 響往過去生活也好 學習也好 轉過頭 現在一打仗 立即就扣帽子了 嘩 他又這樣這樣這樣 又如何如何 又妖魔化 將他整件事 所以 我真的聽了陶傑那條片 他YouTube No.5 即是Top5 我覺得其實說得很有道理 道理就是 他為何要這樣做 因為他傻了 其實你握這條數 他用日本的比喻 日本當年多少士兵 整個中國 你俄羅斯二百萬軍人 你那裏六千八百幾萬人 在烏克蘭 你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傻了 還有很多人慫恿他 告訴他 這場仗好像我們一開始想 幾天打完了 這麼小的地方 是的 我猜普京一開始 也是想著很快打了 極速快 極速投降 閃擊戰 是的 我們一開始也是這樣說 看回不同新聞也知道 普京也是這樣想 我們猜大家都猜得沒錯 但是猜不到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 烏克蘭如何聯同西方的國家 將這件事 本來西方融合不下去 因為每個人都想著 不關我的事 四個帶子 你要打你們兩個自己打 但是你看到那個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 又說到 聲勢力氣 又說到那個環境 再加上俄羅斯 那種打人的方式 是魯蜜土的 老實說 立場我沒有說撐誰 好像昨天的影片 我們也罵德國 要把法帽導彈過來 不是呀 等同 我之前也罵美國 我都說了 喂 你 大奸糕 真的 人家一說開戰 說明我不會派軍過來 開頭又說八千 不是呀 你開頭又說 又說殺有戒事 又說會幫忙 我也是不理會 慫恿大家一開拖 轉頭一打仗 我不好意思 我不會派美軍過來 我現在看到 現在美國是 走去跟歐美說 抵制俄羅斯 天然氣 石油那些 我看時事評論員說 他都不會得到什麼 答覆 人家真的要用他那些天然資源 美國到處叫別人 不要侵他玩 叫兩大石 不要侵他玩 聽完這個位置之後 我覺得俄羅斯其實很蠢 你抵制我時 我抵制你 那就關掉氣候 不要搞石油那些 其實大家根本上 這場仗都不用打 其實是 你要打 我經常都說 美國 你那時候對中國 那怎麼辦 又是貿易 用貿易出口 制裁 各樣各樣 你去到最後 都是錢的吃虧 你現在死了很多無謂人 你那時候 特朗普 叫中國 買這麼多大豆 黃豆 你不叫俄羅斯 是不是 按他 你就把其他東西按他 你可以用貿易去按他 為什麼在英雄打掌 我覺得奇怪 原來你可以說一下 俄羅斯其中一個 影響到美國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 是嗎 鈦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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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科技 高航空領域上 那些金屬 即是飛去宇宙 是 原來說到俄羅斯 全球最大生產商 在西伯利亞 波音 有35% 鈦金屬 都是來自這間公司 對 俄羅斯是有辦法的 是要 是要動手 是要手衡 剛才我們一開始說 為什麼覺得 有時候俄羅斯過份 你是老套 你打什麼醫院 炸了六間 那天 我那天說 你叫人來停火 說這段時間 被平民走 這條人道走廊 你是被人運物之走 即是被人運物之走 不是的 你是跑去開火照 我聽過兩個說法 一個說法 不是他們打 東軍開火 打人道走廊 不是俄羅斯打 這是第一個說法 第二個說法 這是很離譜的 他說 烏克蘭士兵 拿平民來做人盾 你說得出 你想想 那些是你家人 人來你國家 然後拿人來做人盾 然後開槍打人家 俄羅斯 這樣會不會退到兵 你用一下腦 你也知道 有時候的事情 所以這些事情 大家研究一下 根本上你說有真有假 其實是講過常理 沒錯 是講常理 我就覺得 俄羅斯有這麼多事情 拿著啟金屬 天然氣 石油 等等 你要不要打仗 他就說 你一打仗 平民受害 這些就是無辜 是啊 你根本這場仗就不用打 其實很多事情 是可以不用打的 喂 老實 你剛才說 你有個說法 烏克蘭 挾持住自己的平民 都說得出 喂 問題是 你都有人開火 才可以造成這件傷亡 喂 你講完這些事情 九不達八到一個極點 你知不知道 烏克蘭是一個民選的國家 是 你覺得香港 真的不要說了 不是 你的問題 我都說了 你烏克蘭軍 我當你烏克蘭軍人 好像他這樣說 他真的挾持了那些平民 做肉盾 然後俄羅斯士兵開槍 打中了他 這樣 你都要想先後次序 如果俄羅斯是真的正常 大家都是很和平的 看到平民不開火 就不會引起這個問題 就算他拿著 拿一條毛協池也沒有用 總之這些位置 我們都沒辦法知道 是甚麼情況 但我覺得 一打仗一死人 就是人類之禍 人禍 所以教宗那些說話 就說得很特別 教宗也說得對 我覺得 他說這兩國的衝突 是一場血腥的戰爭 而非軍事行動 是啊 是啊 你打完之後 你打到他叫停戰那天 沒有的 你看誰流血流得多 你一定是死亡傷亡 就是這樣 你很無辜 但是誰死亡 平民多 平民多 手無寸天 你一個人 好像普京說要打 那些人千千萬萬死 這些不是無辜 是甚麼 有甚麼知不知控 可能純粹是 他們自己覺得 有很多人對 烏克蘭和俄羅斯這場戰爭 那個看法 就是說 有些人說 支持俄羅斯 為甚麼 因為這樣 那樣 又說去納粹化 又說去軍事化 這是普京的說法 有些人就支持烏克蘭 他有他的道理 你因為入侵 甚至乎可能支持俄羅斯 因為你北約是抗東 總之 每個人都會找到 他支持的論述點 一定可以的 沒錯 我就覺得不要打仗 我們看看教宗說甚麼 他說 由血淚交織而成的河流 正在烏克蘭 就留住 這一場 不只是軍事行動 更是充滿死亡 破壞悲劇的戰爭 這方面看得到 但一定是流血淚河 血淚成河 沒錯 他更加提及到 真正的喜樂自由 並非建基於擁有 而在於分享 並非建基於利用他人 而在於愛他人 並非建基於對權力的痴迷 而是樂於服務 即是 有些人 哇 我毫靈三軍 我這時候 我知道軍旗一揮 就能夠千兵萬馬在我呼喚 我就喜歡去產停別人 有時候真的是一年之間 當然我自己覺得 你看得到雙方的軍隊 烏克蘭也好 俄羅斯也好 軍人上是不太願意的 誰都說 誰想打仗 軍人都是平民 經常都說 打仗打仗 普京自己拿槍出去打 其實這個是同理心問題 你想打仗 打別人家人 你就不用叫家人走去被核 被核武的地方 你的家人人家有家人 你去打別人家人 沒有的 他想著沒事的 是不是 他想著他自己沒事 你沒事就行 這些就是關人隱事 又是四個大字 總之我家人不死就行 你家人家人家人 沒錯 這樣 你說他沒有魔頭 你有人覺得 關什麼魔頭事 說說說 想想一件事 打仗 我經常說是平民 受害了 如果你不動 兩邊都不動 不打仗 純粹打嘴炮 經濟上的封鎖 經濟上的封鎖 經濟沒什麼所謂 我當你會不會 心靈塗炭 未必會 真的未必會 對嗎 總之我覺得 在一個自小來講 不死人就世界冠軍 人有命 對嗎 你OK 你拿著這麼多東西在手 有天然氣 你最後打完仗 打到焦土爛 以萬計的死傷 你到最後都是談條件 又是談錢 又是談權 你早就跟他談 是否說他很蠢 是不是瘋了 其實我們看得到 不同的新聞 你這場場打不成 聯合國都說 現在最少有人 超過150萬人 已經逃離烏克蘭 你想想 150萬人流離 他們離開了自己的家庭 離開自己的家 不知道去哪裡 為什麼呢 就是為一口氣 有可能 這口氣是否可以 除了軍事方面 可以解決 其實是可以看得到的 其實除了能源之外 粟米、晶片、到波音 如果說到俄羅斯 若果出手 反制歐美 對全球影響有多大呢 我們可以 剛才我們說到 鐵鐵尼雲 鐵鐵尼雲 原來說到全球有90%製造晶片的雷射氣體 都由俄羅斯和烏克蘭供應 其中三分之二 這隻氣體都是由黑海、港口、城市製造和純化的 俄羅斯也提供了全球33%的另一種金屬 叫巴 另外就是鈦 如果俄羅斯一旦壓低它 我不出口 現在制裁全球 一樣 你可以不用打仗 你正在影響全球90%的東西 糧食、資源、氣體 你看一下 你只說天然元氣 不稀而好 現在那些德國人 意大利人 馬上都說吃貴東西 再說一下 你說航空製造、飛機 歐洲空中巴士集團 說到對俄羅斯的鐵尼雲 依賴程度高達50% 整個歐洲都被你挑起 如果你俄羅斯肯出手 出手的意思不是打仗 用這些封鎖 即是美國最喜歡封鎖別人的那一套 對呀 說他笨 笨到不得了 即是好像你家裡有很多人要你養的 即是好像很多老婆 對 很多老婆 你現在呢 他不聽話 或者你不滿意 或者怎樣也好 撕他長期返票 是呀 沒有錢就行了 他不是的 是要拿刀砍人的 好奇怪 你說他是不是有問題 你說這個人 是有問題的 叫你這麼多方法 你是要開槍的 好啦 你說 是要人家門口動油 是要做一些危機行動的 你不要說不搞 那些重金屬不搞了 食物都得過了 你只是 說到俄羅斯 都是農產大國 俄羅斯和烏克蘭一共生產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小麥 大麥 芥花子油 粟米油 這些東西 全部 在全球他們都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他隨便有這麼多張牌 他不懂得打 他選了最難的打 所以說什麼人做什麼 特朗普當年是一個商人 他是跟你玩商業戰 沒錯 普京他是一個軍人 他是一個特務 對 KGB 他是一個特務 他拿槍笑唱 他是跟你講打仗 沒錯 這件事真的 所以 其實有時候 我不是說他 你看到不同人去做處理 就是他掌握他的國家 用他的國家 他其實只有一個人 或者他們的團隊 去怎樣去制裁 或者去搞其他國家 你看到手段又高低 那個性格 好像你看拜登那些死老狐狸 他可以這麼年輕 他的樣子好像很視正 陰陰濕濕的那對眼 現在又在周圍跟人聊天 你看到那個國家的人做什麼 是啊 其實你看到那些政策 你本身都是要看那個總統 你好像說 Donald Trump這樣 狂人總統 是的 他對其他國際上 那些瘋子的人 是特別有辦法的 金仔 是不是 他完全可以聊天 你好像 現在拜登上場 哇 古靈精怪 在旁邊有些少許古古惑 對 陰濕的 有空你派一些機過去 我就買一些機給你 你看到阿富汗那裡 又切軍 對 立刻走 千選萬選選 那樣的仆街 真是大Q 當然 他們選他們的事 我自己就覺得 那不關我的事 我又不關我的事 又不是我選 我相信他們很多美國人都後悔 很老實的 是 這件事我又不得佩服 因為 Donald Trump那時候自己說過 為什麼 原來 俄羅斯和烏克蘭這個問題 在Donald Trump的年代 都已經有了 只不過 Donald Trump 說了一句說話 他說他自己說 對普京說了一句說話 令到 普京打燒了臉頭 究竟是什麼呢 就話說 原來Donald Trump 可能又吹風他跟 什麼通俄門 Donald Trump 好像跟俄羅斯有話 就說 只要你俄羅斯夠膽打 我就立刻派飛彈炸你莫斯科 Donald Trump是當年這樣跟普京這樣說 你說你夠膽 你試試動 我就立刻轟你莫斯科 你也知道 大家只是說拋 他覺得 特朗普是做得出的 普京相信他 覺得這人很瘋的 他真的隨時一個不滿意 就按粒鍵過來 老實說 大家都只是拋 你好像阿富汗設軍那裡 我看你的拜登幾十歲 你除了退兵 你還會做什麼 就打你 其實這件事 正正是為何普京 在這段時間 就出了軍隊 你看得到 他覺得美國在這場衝突 甚至乎 烏鵝的戰爭上 他們不敢參與這麼多 但是 猜錯了 這條老狐狸 拜登 又在後面 不停在 搞一陣 來來去 你老實說 我們講中國新聞 你美國叫中國 譴責俄羅斯 這些是善人的 這些真是司馬超知心 老人皆知 是啊 老油條 有沒有看東奧 習大大和普京 怎樣聊天 沒錯 轉頭 喂 吳仔 你和我 叫什麼 舔紮OK仔 是啊 神經病 剛剛站爬 不是 還要很近 你都說隔過海 是啊 還要簽了很多東西 好老實 大家都明白 俄羅斯和中國的邦交是怎樣的 是啊 大家明白 你說不是 在這個立場 中國亦都表態 和平 逼人表態 美國除了叫人譴責之外 後面叫人打仗 自己又不打 他又很怕幫人撿爛攤子 但是你又叫少人來打仗 神經病 是啊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覺得 但是美國 大家不代表美國人 即是總統是這樣 那班傢伙是這樣 是啊 其實都說 一條天子一條神 美國那些都是 你不同的總統上一場 對所有全球的政策都很不同 這件事情 都清楚的 都了解的 但是 我今天看得到 你一開始 我們開麥克風前都說 忍著先 不要說 嘩 WHO都證實了 烏克蘭六間醫院 這些真的 我們不是說是吹水 是真的 是嗎 你難免會生氣 我知道你 很多 香港《頭條日報》都有賣的 有 很多 炸了六間醫院 很老實 你官方在Twitter都寫得出的時候 有個什麼日內瓦 什麼軍事罪行 你這些總之就是戰爭罪行 戰爭罪行 如果是真的 就真的是戰爭罪行 那你 普京就成罪人了 那怎麼辦 那會不會到時候 等完再制裁他 還是 在這段時間他真的成暴行 那就要搞他 找特務 要找特務來刺殺普京 這麼麻煩 會不會就是抓他上軍事法庭審 不知道 那儘管看看又如何 欲知後事如何 都要說一下引導臣 因為他說過 有一個總統 不是 總統 領導人 領導人會收皮 今年之內 那儘管看看誰 又看看誰 拜登也可以 我都OK 不知道誰 有些人都猜拜登 有些人猜拜登 那儘管看看兩個人鬥 也是 潘雷之戰 都是先後辭職 潘雷之戰 下次再談 拜拜